以巴重途的新进展 以色列现在是层层包围了加萨市中心 也声称了他们摧毁了130座哈马斯的地道景 军方也公布了一段影片 是派出一整个师的预备役军人参与加萨的地面战 这也代表至少是一万名的后备役参战 同时是1982年黎巴嫩战争之后少见的情况 而哈马斯方面也持续的在发动反攻 成员甚至连防弹背心都没穿 拿着火箭筒就不断的轰炸以色列的坦克 藉由四通巴达的地道网络与敌军爆发激烈相战 连防弹背心都没穿 哈马斯成员单枪匹马一肩扛起RPG火箭筒 轰炸乙军坦克 利用建筑物掩护再炸了以色列的装甲车 哈马斯释出多段与乙军激烈薄火影片 击中乙军阵地还用超近距离炮袭凯克 又或是躲在建筑物里开枪 画面上都能看到哈马斯成员不断跑动 像打游击战一样的攻击以色列 完全是敌在名我在岸 哈马斯在最熟悉的主场和乙军爆发激烈相战 哈马斯成员身上的防护装备 顶多就是防弹背心 他们没有成群截队 没有大型武装军车保护 利用地道来回穿梭攻击 这也是他们的最大优势 以色列也知道不毁掉地道 就难以歼灭哈马斯 所以 几二连三爆破拆大楼炸房子 轻战场 还带外国媒体团指导哈马斯的小型军火库 外墙都被轰成像是马蜂窝 走进这栋建筑物里 有些房间的布置看起来就像小女孩的卧室 但是乙军说这里是武器库 起初大量武器 包含RPG弹药等等 还公开了哈马斯的地道景 以军带着路透社等外媒直级 确保外界要看到哈马斯是有备而来 尽管以军加快脚步开挖地道 但是曾经担任卧底的前以色列军官表示 很难知道哈马斯地道到底有多广 更有多达240名人质被分批藏在不同地道中 这也让营救更为困难 因此以色列为了确保哈马斯绝对跑不掉 就连海军都出动了 机枪上堂小队待命中 以色列形同从海陆四面包围北加萨 在以军的记者会里面更宣称哈马斯在北部已经完全失守 以色列大军压禁 这当中IDF第252师的作战格外受瞩目 为什么要特别公布第252师 因为这一整个师都是后备役 就代表有一万名的后备军人分成四个步兵旅 一个装甲旅参政 这也是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后首剑 强调以色列绝对不会停火 尽管加萨平民伤亡惨重 但是根据美联社报道 以色列大多数民众仍认为这场战争是必要之恶 必须报复哈马斯 TVBS新闻综合报道 那现在看起来不只有以巴陷入战争 而是整个中东似乎都变成了火药库 除了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在跟以色列军方交战之外 亲以朗的叶门什叶派青年运动组织 在叶门附近的国际空域 击落了一架美军的死神无人机 而其实美军在中东的基地 最近几个月来是多次遇袭 一个月内甚至是多达了四十次 而美国当然不会这样善罢干销 是再度派出了F-15战机 轰炸叶利亚东部的民兵火药库 安夜再度出动无人机 亲以朗的叶门什叶派青年运动 一边向以色列发动无人机攻势 一边高喊口号要以色列灭亡 耶门什叶派团体周三公布这段画面 当中可以看到一个绿色框框锁定的 就是美军的MQ-9死神无人机 不久之后画面右下角飞来一个不明物体 无人机遭到击中瞬间炸出火光 今年运动组织坦承是他们攻击 说是使用防空系统击落美国的无人机 愿美国透过它进行侦查间谍活动 在暗地里帮助以色列作战 美国国防部事后也证实这架要价3000万美金 大约9.6亿台币的MQ-9无人机 是在夜门附近的国际空域遭到击落 美军誓言要彻查这起攻击 同时也再度派出战机轰炸叙利亚东部的火摇裤 从10月17号开始 美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军事基地平平预袭 前前后后超过40次 为了报复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接受总统拜登的指令 派出两架F-15战机实施精准轰炸 这也是冲突后美国第二度的报复空袭行动 美国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科比指控 背后都是伊朗在搞鬼 但在无情炮火下越来越多无辜平民丧命 全球的反美反以浪潮遍地开花 大批巴基斯坦人聚集在广场上举着标语 高喊口号 示威也出现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中央车站 而停在埃及港口的日本和平之船游轮 高挂30公尺场的横幅 呼吁停止加萨大屠杀 但在日本东京举行的G7峰会上 各国领袖还没有喊出停火两个字 G7领袖一口同声表示支持加萨尔人道主义暂停来保护平民 同时重申支持两国解决方案 只是会后联合声明从头到尾都看不到停火自演 就在以色列军队攻进加萨新藏地带之际 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和以军互轰 以往很热闹的黎巴嫩港口现在变得很安静 因为没有人想要葬身在战火下 不过根据美联社报道 美国正试图斡旋 希望以色列暂时停火三天来换取更多人职释放 现在谈判还在进行当中 TPB的新闻综合报导 而也还在进行的就是加萨的人道危机了 连难民营都变成轰炸的目标 救护车也遭到了袭击 还有多家医院是被迫停止营运 而就算往南避难也没有人保证一定是安全的 因为这里有150万的加萨居民 超过三分之一都因为空袭变得无家可归 到底加萨的未来会何去何从呢 有几个不同的可能性 其中一个就是让巴勒斯坦的自治政府来接管 不过这个政权问题其实本身也蛮多的 像是贪腐还有长期与民意脱钩 或者可能会由阿拉伯的维和部队来进驻 另外一个可能性是战时交由以色列来控管 不过美国方面也警告 要以色列千万不要动歪脑筋 想要再度侵占加萨 加萨最大的司法医院又经历不安的一夜 帐篷群民众清楚拍下火光坠落瞬间 当时所有人还待在原地却没想到 不远处紧接传来更大的爆炸声 还照亮一旁建筑 吓得民众拔腿狂奔 西法医院基本上天天都大爆满 甚至有医学院志工抱着恐惧的心 拍下这段自白 白天时还有民众在医院外 看见推土机出没 说是要运送遗体 另一间加萨的儿童医院 同样仍满为患 现场还有墙壁被炸破洞 不过许多病童因为没其他地方可以去 只能留在原本的地方 轰炸声越来越密集的 还有沙堤难民营 街道上烟雾弥漫 已能感受乙军步步紧逼 画面中一名男子捡起不明物体 说这是乙军的照明弹 冲突以来高达70%的加萨人 得在学校医院或公共场所避难 许多人好不容易逃到南部 却还是得睡在路上 乙军近日短暂开放 连接加萨南北的萨拉丁大道 当作民众安全通道 但对居民来说依旧是苦难之旅 由于缺乏燃料 民众只能徒步行走或搭乘旅车 不过就在几天前 相同的通道还是有爆炸发生 行李边拍到民众流血丧命 到底加萨的未来该由谁来管 以色列国防部长这样说 美国其实倾向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治理 国务卿布林肯甚至提出战后五不原则 包含不强迫巴勒斯坦人离开加萨 不把加萨当恐怖主义或暴力平台 不重新占领以及不封锁 和不缩减疆域等等 但说了半天 双方停火的可能性 为乎其为 联合国方面还是拿两边没辙 干脆直接痛骂 不论哪一方都犯下战争罪 未来全部应该好好就责 这新闻 而台湾的未来会是战争吗 根据英国经济学人的报道 解放军如果要攻台的话 需要的资源是比1944年盟军登陆 落漫地还要来得多 大约会动员3000万吨的物资 100万辆车 还有8000多艘的船舰 后勤补给会是一大问题 不过国军也不能因为这样就掉以轻心 朝野立委决议 要求国军在淡水河进行实弹验证 看看河口防卫到底能不能走效 尖敌于滩头 阻敌于淡水河口 共军直取北台速战速决的情势预判 就反映在探光演习 不过敌军会乖乖地冲进河道吗 水路上的阻绝陷阱 是否会奏效 联合国土防卫作战 连两年在淡水河口进行演练 因为附近邻近世界地 人口又众多 因此武器射击的项目 向来都是采取使兵不使弹 但未来如果在河面上爆破呢 客难战法去年才陷送淡水河 由M3扶门桥车和官兵 将装载爆裂物的油桶镇布放于河面 加上第一是强攻的解放军气电艇 和两栖突击车 只是破坏力 无法借由空操实地验证 其实我个人认为在淡水河 要进行实弹测试难度非常的高 为什么因为首先第一它附近 还有台北港还在营运 另外而且淡水河上 它其实也有包含渡船 如果万一实弹没有炸完 然后沉到河底 你其实根本找都找不到 陈平时期安全是绝对优先 这个构像并非始于军方 而是国会朝野立委决议要求 这个障碍物的设置 要全方便的去考量 而不是只考量到一两样的东西而已 以前我们在兵器推演的时候 我是担任攻击军 我就说我要夺取台北港 结果防卫军说 台北港我有很多储油槽 到时候你如果要夺取台北港的话 我就把这个油放出去 然后形成一片火海 你就没办法夺取 我说那很简单 我在夺取前的两天 我就先主动把它打爆 等到油烧光之后 我再来夺取 参谋本部退役人员不反对火攻 前提是厘清时机和目标 野牛式气垫船 它具备有这个 这个航速快 载量多的一个特点 但是它也有体积大 这个造价高 它的抗损性很差 换成拐两六呢 也是一样 它也是铝合军做的 对不对 而且这种大规模登陆 它一定是所有的登陆数据 你要考虑到它航速最慢的那一个 它不是航速最快那一个跑在前面 不管其他人作战 河岸两侧火力据点还有关渡大桥 地藏效用或许更胜于陷阱 何况解放军登陆思维 遭已迈向多层双超 超越地平线 超越滩头 就是双超了 多层就是一个是水面 一个是水计 一个是直升机 一个是传统的空降 我们现在很多摊案已经慢慢的 对我消波快速方面来讲 也就是不利中共的传统的登陆 那也就是中国大陆慢慢的开始 就用它装备 来取就是解决掉 摊头摊案的这个部分 传统登陆战早已不是现代战争首选 进行成本太过庞大 英国经济学员以二战诺曼蒂大登陆 作为对照 指出解放军内部也曾评估 进犯台湾必须动员3000列军事列车 100万车辆 2100架军机和8000多艘运输船舰 因为这场攻台作战物资的需求至少3000万吨 对他们来说最大的一个问题 不一定是我们国军的一个反击 主要是解放军的内部 他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在演习的过程中间 他可能都比较边重在攻击的一个状况 可是他的一个后勤能力是如何 基本上这一块始终是一个谜团 是不是他们要再发动这种传统登陆战来讲的话 代价是非常巨大 没有错 如果他今天掌握了制空制海 才会再对我们的陆地进行登陆 当刚通过台海的山东号航舰 或各型海空兵力编组日趋完备 对第一线的压力远比登陆战更快更直接 各类演讯最难的不是执行方法 前提是正式问题 了解目标 TVB新闻何江阳一日福台报道 台湾的房价是持续在上涨 今年第二季的平均房价是每平32.14万 跟去年相比多出了6个百分点 而当中新竹县市的涨幅又是最高的 所以政府持续在讨论囤房税 如果顺利通过的话 会在明年7月份上路 不过这对打房有效果吗 有将近六成的民众说 不会因为这项政策的改变 就增加他们买房的意愿 我们这房子本身是在我们那个 内湖科学园区旁边的西湖捷运站 一开头就是先介绍最吸引人的特点 也就是位于捷运西湖站附近巷弄内 等于是在内湖科学园区外围走路就能上班 这种老公寓本身一个楼高度还蛮宽的 在内科附近像这样近40年的老公寓要出售 每平约落在60万上下 新大楼动辄百万起跳 这样的价格房仲观察 已经是历经多年后慢慢走扬 因此近期涨幅相对较低 同样都是科学园区 但这两年附近房价涨幅大不同 从数字上就能看出端倪 根据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的资料显示 经典第二季全台平均房价 每平为32.14万元 相较于去年同期的每平30.28万元 已经是涨幅大约是6% 不过纵观全台房价上涨最快的前五大县市 六都当中只有台南市上报 相对来讲它的房价的激起 其实已经到一个程度 它的涨幅在比例上也不会 跟其他县市是不一样的比较等级 台南近期有一些利多因素的发酵 比如说像台积电北外环 还有绿能科技科学园区 等等还有一些什么 有两个重化区的这个因素的发酵 数据看更明显 涨幅最快的前五个县市 多半有刚性需求或者建设利多支撑 新竹县和新竹市就包办了第一名和第三名 新竹县今年第二季平均房价每平26.04万元 比去年同期增加14.71% 新竹市和去年相比涨幅达到11.47% 不过中间海排了苗栗县 今年第二季平均每平来到19.12万 跟去年比涨幅14.70% 第四和第五则是屏东县和台南市 涨幅相照于去年分别为10.41% 以及9.87% 它整个新竹其实是一个大生活圈 包含苗栗都是一个大生活圈 然后加上苗栗其实也有竹南科学园区 它其实是不断的稳定的在缓步的成长中 当然还是跟竹科进驻有关 带来大量的就业人口和高收入科技新贵聚集 房价连带水涨船高 政府即便不断寄出打房 甚至囤房税2.0以送审 若顺利通过明年7月正式上路 但对于买房意愿却似乎帮助不大 根据国泰金控发布的10月国民经济信心调查结果显示 组组当中有30.6%民众会因为囤房税2.0政策 提升买房意愿 高于全体民众的23.1% 但有多达58.2%的民众认为 这项政策对于买房意愿根本没影响 我们看到很多租屋族 他反而是怕这些房东可能因为囤房税而涨租 所以他有产生所谓的租不如买贷款利率 仍然是维持相对高档 囤房税如果他会产生转嫁效果的话 那的确会让整个租房的压力变大 相对来讲可能房价支撑或者是往上涨的这个趋势就会更明显 也就是普遍对于房市景气民众还是没太多信心 再看到国泰金针对未来半年内住宅价格变化预期调查 有58.4%的民众预期涨幅超过3% 其中有45.3%的民众认为这个幅度会落在3%到10% 而只有10.3%的民众预期房价跌幅超过3% 整体而言民众对于房价上涨的预期相较于半年前还要更强烈 囤房税2.0若真的通过是否会为房市降温带来一丝希望 专家认为效果不大 民众也似乎还很无感 特别新闻 李延志就有宣台北报道 而诈骗这件事呢 不止台湾有感 全世界很多国家也都是感同身受的 一份统计就显示 去年8月到今年8月 全球有四分之一的人口都碰过诈骗取材 损失的金额是超过了1兆美元 折合台币高达33兆 而以受害者的平均损失来说呢 受创最深的国家就是新加坡了 每位受害者平均被骗台币13万元 可能在年初的时候就有个先生打电话来 然后就说我们怎么跟诈骗集团合作 这样子 因为我接到的讯息是这样 是助理转述的 那我们当然很惊讶 事情是这样的 陈建伟律师之前接到民众电话 问他是不是有跟诈骗集团合作 为什么诈团会拿他的律师函 威胁对方快汇款 他把条文放在上面嘛 然后恐吓他说你假设不这样做 你可能就会有诈欺嘛 然后违反证券交易法嘛 那我已经找律师了嘛 因为是律师函 找律师了嘛 我一定会马上告你 所以你钱要汇过来 投资诈骗群组猖獗 被害人没汇款 诈团篡改网路上轻松搜寻到的律师函 前后共三名被害人打到律师事务所求证 陈建伟才知道自己的名字被冒用 这必须讲的这个可能跟之前的那个 威权的那种统治底下 就是那种有关系 就是他们对于这种 他们不了解的这种权力的象征 无论是法院地检署 或是说甚至是律师 类似像这一些他不了解的事情 他就会比较恐 就是可能会带着一点恐惧 想要服从的概念 就是你既然都这样讲 不然我先顺着你 而且你既然是法院 既然是地检署 既然是律师 你应该不会骗我 大概类似这种感觉 了解之下有的被害人至少被骗五六百万 真的让陈建伟决定 要让媒体报导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第三名被害人 我就问他说 那是不是可以找你 就是说我们一起来把这件事情 就是说找个媒体 对啊我们是不是把这件事情曝光 但是他出于大概是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 他自己觉得这样很丢脸 他可能是因为有这些相关背景 他觉得很丢脸 所以他不愿意受访 但是这个比较是还好的 第二个是他因为诈骗集团在案 他在明 假设这样打人家财路 无论是他的名字被知道了 无论是他的账号被知道了 无论是他的身份字号被知道了 什么之类的 只要任何一个资讯被知道 他家住哪里被知道 他可能会过得都很不安 投资群组真假难辩 但要辨别真假律师 陈建伟透露这一招 疫情期间不少人想要增加收入 这让投资诈骗有机可乘 警方再三呼吁要民众不要轻易相信 很多人可能遇到的是被拉入投资群组这样的 或者是看到名人 财经名人的照片交创改后的这种假投资的诈骗 来路不明的广告 资讯或是好康 一定要先查证 除了投资诈骗外 全球反诈骗组织Gasso也发现 全球最盛行的是虚拟货币诈骗 已经从过去的传统资金诈骗 转变为虚拟货币诈骗的一个模式 主要也是因为虚拟货币经流的追查难度更高 所以他也替洗钱组织 诈骗集团等一些灰色产业 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渠道 所以因此以台湾为例 今年台湾的诈骗案量 已经有超过一半都是虚拟货币的一个诈骗 可是很遗憾 就是目前台湾并没有实际的 帮助到这些被虚拟货币诈骗的受害人 全球反诈骗联盟和资料服务供应商揭露 2022年8月到2023年8月间 全球遭诈骗金额大约1.02兆美元 比2021年损失金额553亿美元 和2020年的478亿美元更高 以受害者平均损失而言 被骗的最惨的是新加坡 每位受害者平均损失4031美元 瑞士排第二损失3767美元 再来是奥地利损失3484美元 最主要是因为这些地方 它都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国家 所以其实在诈骗集团那边 他们都会有他们的所谓的名册 跟地区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会锁定这些地方的人们 就是锁定后他就会以骗取 比较高的一个资金为他们的目标 全球诈骗中电话及简讯人士主流 但各种手法持续日新月异 只要牵涉到汇款账户刷卡 最好先冷静寻求协助 TVB的新闻合家杨晃于台北 采访报导 台湾有各式各样的电子支付QR 让很多消费者是看得眼花缭乱 不过在国发会的支持之下 整合支付的TWQR终于正式登场了 不管使用哪一种的APP 只要扫同样的TWQR 就可以完成结账了 参与的机构是包括了八大公股行库 中华邮政 玉山还有元大等等的银行 不过很多通路都受理的LinePay 还有虾皮支付 却没有列在名单里面 不用掏钱包 不用数零钱 只要拿出手机打开页面 逼一下就能够完成付款 随着科技的发展 民众的消费模式也不一样了 疫情也带动了无现金支付 这样子的一个习惯 持续的提升 我们也有观察到说 目前在全家的消费者 他使用非现金支付的占比 其实是高达三成 算是还蛮高的一个数字 是一个零接触免找零的一个 就是快速方便的一个购物模式 那同时也去结合到 他可能跟专属的通路 会有一些优惠上面的结合 不只方便好结账 还有搭配各式的优惠方案 而随着支付的系统分支越来越广 越来越多元 行动支付的发展也准备走到里程碑 不管是超商 晾饭 夜市 或者是饮料店 你好 小一杯绿茶 都可以用电子支付来进行付款 但是看到扫描一下很方便没有错 但是里头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QR Code 规格不一样 没有办法相通 商店常常摆得琳琅满目 也进一步造成了结账的不方便 那么现在就有财经咨询公司 串联了银行以及电池系统 推出了整个TW QR 未来只要扫一个QR Code 就可以进行付款 力拼民众到店家用电子支付消费时 不用再受限于店家 有配合哪一些电子支付机构 使用手机里任何一个电子支付APP 都能够消费 摊开参与名单 首波有37家蔡湾配的金融机构 包括了台银等八大公股行库 中华邮政以及玉山 元大 新光 上海商银等民营银行 另外全银支付 一卡通 橘子芝 以及欧富宝四家电子支付业者也上车 至于本身规模较大的支付业者 接口支付 全支付 悠游富等 都是规划明年系统 借接好了才会上线 特约商店来讲 如果有一个整合支付 它只要跟一家签约 其实就像信用卡一样 它只要签一家 这个售单行就可以 所以这是对商店的价值 可以节省它非常多的 这个借接的成本跟手续 这第一个 第二个是对消费者的价值 对消费者来讲 其实就像过去信用卡 其实它只要看到 Visa跟Master的标志 事实上就不用再担心 到底自己是属于 哪一个发卡银行的用户 让我们可以使用的场景 其实可以更普及 我想这也是回归到 对消费者还是非常的有价值 简单一个账户 就能够刷遍台湾所有通路 这愿景对消费者而言 无疑是一大福音 只不过TWQR的出现 竞争之下 就有不少声音质疑 未来支付业者 恐怕面临军品的窘境 大部分的商家 可能会以他们的为主 那他们会不会 因为这样子会流失到 变成部分商家员 他们可以厚助的 却被稀释掉 这有没有这样的考量 那我只能说 做生意的人 可能会有他这样的考量 但是我觉得 他如果够好够大 那他的客户居然在 即便用了这个整个平台 应该还是属于他的客户 还是走他的路线 不是叠床家 我觉得这个对消费者来讲 对商家来讲 对甚至整个政府 在整个金流的这个 这个管控上 我觉得都非常之重要 手机扫个码 就能够轻松结账 科技进程 加上疫情催化 让付款系统便利性 再提升 整合电子支付 也成了必经之路 电视新闻 吴奎言 宠文月台北采访报道 台湾迈入高零化社会 这些银法族有一个特点 是学士高财富也多 2025年的消费市场规模 会达到3.6兆 71岁的严广廷 平常最爱打网球 你知道吗 你打了一个好球 你假装在这种 这种那个 那个核体边 那小鸟都会来 给你拍拍手 因为他从旁边飞过去 还会唱一个歌 你看多好啊 49岁外商公司退休后 自己创业 还到学校教英文 60岁到国外念书 活到老 学到老 我就觉得我一生只能做这样一件事吗 后来我就到外头之后 那于是就 差不多50岁嘛 50岁到60岁 大概就做了 就自己 有自己在经营事业 我曾经 曾经一阵子最多的时候 是六个鞋杠 做的事情多 手上有些资源 让他的古稀之年 不愁吃穿 首领是算是baby boomer baby boomer就是在战后 生的这些婴儿巢 那这个婴儿巢 它在什么时代 然后那个时代的 很多的行业就会爆炸 这群假如说 我们这是一个 时代的潮流的话 时代的水管 这个时代 那我们这个boomer 就是突起来 就是让这个水管 冲起来的 他们到哪里去 那个水管皮 就是 就是 就是那边就特别活药 现在也大部分都在 都在推广 告诉我们说 钱要自己花 你要让自己舒服一点 高年级生的消费实力 不容小觑 有银行就发现 银法刷手崛起 最高领卡友 是101岁人锐 还每个月吃大餐 数据显示 75岁以上持卡人 最长刷卡消费的 第一名是超级市场 每人平均月花 3500元采购 九字头长辈 每月会花到近5000元 70到80岁长者 平均3000多元 老人家在刷卡 市场是不手软的 他可能超越 我们很多的想象 所以如果 以他们的统计来讲 平均65岁以上的 这些现金党者 他刷卡的这一个金额 可能远超过这种年轻人 因为他其实是有很多的 这个消费的实力的 价格不会是考量 因为价格 其实很多的人来讲 我要买很便宜的东西 可是它有些 一下就坏掉了 反正你要那个 从不购买的机力 像长期累积下来的话 比你买好的东西的话 费用更高 69岁刘昭辉 退休13年 现在最大的兴趣就是旅游 就找那个世界遗产的 那个地方就去观光 目前已经有玩了 三十几个国家 战后婴儿潮世代 从农业社会奋斗到AI社会 壮世代教科文协会理事长 吴春成认为 他们的特色是寿命高 学士高 财富高 非常有钱 而且非常有活力 我们不能用过去 想象的老人一样 把它视为引发主 所以我们现在给他一个 新的称呼叫做壮世代 55岁以上 55家 那现在有734万人 那这一群人掌握台湾 三分之二的财富 那台湾就是世界上 储蓄率最高的 现在台湾的民间储蓄累积 有达到15兆 那这事物兆当中 大概有10兆是在 壮世代的手里 台湾进入高龄社会 首龄族成为消费新势力 这群人掌握台湾三分之二的财富 引发商机 更有望达到3.6兆元 这个叫防手震的汤匙 它事实上是一个高科技的产品 专门为首龄族开发的产品 瞄准勒龄商机 有很多的长辈 其实外表你看起来 他其实年纪大了 但是他还是非常健康 那你怎么样让他持续这个健康 我们这个叫做不老商机 怎么样让他一直维持在 健康有活力的状况 2025年可能就是20%的老人家 其实我们一般的这种餐厅 或者是一般的消费的场域 你都要去思考 当你的客户里面 有五分之一是年长者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调整你的商品 那这个就是很值得我们这个企业界 产业界去思考这个问题 去发展 因为你把它人设都设错了 人设你就认为他只需要健康 安养这样子而已 事实上他使衣住行 娱乐 每一样都要追求美好 年长者将在未来15年 成为最庞大的消费人群 去除对年龄的刻板印象 提供新服务 高龄商机有极大潜力 TVB的新闻 严院生王浩宇台北采访报道 台湾有230万的糖尿病患 但还有30万人是没有被诊断的 很多都是年轻人 是因为肥胖才会导致糖尿病 台湾糖尿病有 大约有230万人左右 临床发现可能有30万人 没有被诊断发现罹患糖尿病 主要原因出奇症状 不明显没有积极就医检查 另外45岁以上成人健检 使用率低 无法早期发现糖尿病 而肥胖造成的糖尿病病人 也就是糖胖症 也有年轻化趋势 有些人可能觉得说 就是糖尿病一定会有什么不舒服 比如说多喝多尿体重减轻 或者是什么头晕的症状 其实不然 我们血糖除非在很高的时候 才会有症状 在血糖有一点点高的时候 其实身体是没有感觉 但这个时候可能就已经有一些 对一些小血管 还有大血管的影响 所以说我们才会说 糖尿病算是一个隐形的杀手 就是说他在你没有症状的时候 就已经悄悄的 对你的一些器官 包括心脏肾脏造成影响 糖胖症我们近年来 医学上的新名词 主要顾名思义就是在 糖尿病以及肥胖症 两个合起来 所以合起来 这个糖胖症代表 就是说我们随着肥胖的 肾情率越来越高 发现糖尿病的肾情率 也一样的越来越高 那肥胖跟这个糖尿病 有很大显著的相关性 糖尿病的症状 其实在初期不会太明显 主要常见的症状 大概是喝多 尿多 体重减轻的状况 如果有发现这样的状况 就要尽快到医疗院所来就医 去检测 是不是有罹患糖尿病的状况 千万不可以就是 以为没有症状就不去治疗 因为长期血糖高的状况 我们的身体的所有器官 都浸泡在糖水里面 其实会对各个器官跟血管 会造成很重大的影响 当你血糖控制的越低 你罹患并发症的风险就会下降 那因此它是一个治疗数字的疾病 而不是治疗感觉的疾病 所以当你有感觉的时候 一定都是延迟的状况 所以必须要接受医师的建议 来提早治疗 而这些数字 虽然对民众来讲可能无感 可是它背后隐含的是一个疾病 以及并发症产生的风险 所以我们必须要早期的介入 以减少后来的并发症所带来的生活的不便 以及医疗的支出 糖尿病会并发心血管疾病 像是中风心肌梗塞 关键在于血糖高导致血管硬化 而病友也会合并低密度胆固醇 三酸甘油脂过高 我们常常会遇到我们血糖 例如说空腹血糖已经超过了100 或者是糖化血色素 就是指我们的平均血糖 已经超过了5.7 这类型的族群都是属于 我们糖尿病的前期 也是糖尿病的高危险群 当这些人的血糖失控的时候 那就演变成了糖尿病 目前肥胖的状况逐渐年轻化 偏爱吃甜食含糖饮料年轻族群 甚至有糖尿病家族史 务必要特别注意 糖尿病的趋势 的确是有年轻化的趋势 主要是跟体重肥胖的关系 那青少年的肥胖是我们国家 目前所面临的一个困境 那这不但不只是台湾 全世界都是如此 因此目前糖尿病的筛减 是建议在40岁 40岁以后一等轻内有 或者是有高危险因子的人 就必须要逐年筛减 他的糖尿病的状况 医师提醒 早期发现糖尿病 或者是糖尿病前期 要注意饮食 随时监测身体状况 TVBS新闻 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